《馬賽克少女》 其實是講張騰熙飾演 在被傷害之後 各方的力量進來來干涉這件事 我的態度是不願意把它當成一個性侵題材 他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一個人在這個處境下應該怎麼生活 什麼事在? 我給你一個新聞 然後有一個記者來做了一個深度報道 當時對每天發生的這種社會新聞 大家都在期待真相和反轉 到底有沒有人去關心這個當事人的處境 大概又走了幾千公里 到最後我選擇貴州貴陽周邊的一個地方拍攝 王傳君飾演在城市裡面工作的一個記者 很像當代青年人生活的一個狀態 就是視野也很難推進 他一開始是願意相信是張老師 在第二次來看到那個女孩和三個青年騎著摩托車 我覺得這個女孩肯定有一定的叛逆心 他有懷疑過 所以他去追著小孩到的巷子裡面 官方的判定是老孫 王彥暉飾演的是女孩的爸爸 叫徐廣君 比較典型的 這個農村男人的那種形象固執 比較傳統 但在乎尊嚴面子 堅決不願意相信官方給出的這個結論 他覺得首先是遠方親戚 還是一個這麼歲數這麼大的人 不可能導致懷孕 生活啥 躲來遠方標數 大哭了 自媒體出現之後 社會新聞已經在衰落了 他進入一個更自我懷疑的處境裡面 就已經開始放棄真相 是什麼 在一個非常頹喪的情況下 進入了一個女孩一直想去的海洋館 兩個人看了一場白晶 幫助這個女孩進入到城市 被公益機構救助之後的環境 他不知道這個環境是更加兇險 因為一開始王川君見我的時候 就直接問我是 我是演馬賽克嗎 我說是 第一次發生是在去年 在影片中有很多地方 會呼應馬賽克的這個元素 因為我常常會看到一些採訪 或者一些畫面裡面會被打碼 因為大家好像是以尊重隱私的習慣 去把這個給擋掉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時候 是心理上有一個馬賽克 大家只願意相信自己想看到的那個真相 我覺得這才是這個片子的核心 片子其實對我來講它還是一個藝術創作的影片 在北京大概有幾十萬人在做電影 我是從高三的時候對這件事感興趣的 大約一天自己學會了拍攝 自己學會了剪輯 然後自己還能做點美術 自己再也會寫劇本 上班不到兩年 有一天我就覺得應該辭職了 辭職去寫劇本 大概在五六個月之後就開拍了 在2015年入圍了福爾斯特的長篇競賽 最後還拿了一個藝術貢獻獎 羅藥導演是在金馬創投的時候 作為評審主席 非常推崇我們這個項目 我剪了一些版本給他看 給我講了一些具體方法 和這些前輩的接觸會傳承你一種精神 之後你會更堅定或者更清晰 會 kir BC 他零筷 還要有 abi 關掉 滿了一切 連種